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莊子老師 在半年之前為跳繩世界冠軍何柱亭 做了一系列改善運動表現和減少痛症的計劃 成效相當不錯和非常滿意 包括令到長年的腳踩痛問題 可以解決 最厲害的一件事是令到跳躍高度提升了4cm 如果想知道跳高多4cm的秘密 大家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的影片 一齊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 一開始我們做這個復康的治療 針對柱亭右邊腳踩的阿幾里根件有一個 慢性的勞損和痛症 我們會做很多筋膜治療 包括拔罐 針刺法 以及手法按摩 經過檢查之後 發覺原來右邊的肌肉張力 明顯比左邊高很多 在急性痛解決了 就是在做一個復康的訓練 主要做了一個Iso metric holding 等長肌肉收縮 還要用一個 最大強度的肌肉收縮訓練 我們有低、中、高不同的角度 去幫助柱亭 令到它的根件更加強壯 然後就到第二部份 綜合科學分析 我們分別做了3D scan 我們可以看到 肌肉的平衡 以及姿勢有沒有明顯差異 另外我們也會做了 紅外線的跑步分析 亦重新去看看 為何左邊和右邊的腳 在動力發展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同的表現 令到它可以平衡 肌肉力 如果它在跑步的時候 我們也會教它 如何做一個正確的跑步動作 另外我們也利用了Walk Bike 去看看雙腳力量 還有一個乳酸或直的測試 不得不提 我們還可以檢查腹膠感神經的活躍度 即是說 它為何經常都會累 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到它快速回復 讓它 turns去一旦 再放開 那些靈緣 帶來 完成這個 我們不要緊 會有限 讓我們 好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第三部分就是综合了一些科分析之后 我们就与他做针对跳跃高度的评估和训练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同场家影 我装置老师就帮柱婷看着他的饮食 所以令到他可以在四个星期内减了8磅 以下我们就看看柱婷在做完这一系列的治疗和训练之后的一些心声 好 柱婷我们刚刚之前也做过一些训练 针对你的小腿斑紧和痛症 你觉得这一系列的一些治疗和训练的成效和感觉是怎样的 那我自己就治疗过程中是OK的 因为本身都知道我小腿比较绷紧 但是舒缓了之后就很明显 我跳的时候本身的幅度会大一点 因为之前去到某一个幅度 其实拉很简单 前腿都很容易拉得很紧 已经是拉到痛了 那当舒缓了之后这里是有帮助的 起码就不用就住 即是很容易就住来先练 那在那个脚竹 阿基里根 其实在跳绳的运动上要求很多 无论是不断重复的小loading 或者是超大的爆炸性的loading 之前也会有点痛 那现在痛的感觉是怎样的 现在痛的感觉就减轻了很多 很多时候做一些跳得很高落地的动作 有时会过分了一点自己 但都没有之前是很不同 还有就是 有时我们会跑步以身 之前是跑 一会儿已经感觉到肩膀是痛的 那现在就 即是跑长一点都可以 好 那 柱婷 那我们在第二部份上 我完全是针对你的跳跃的高度 那就是整个program上面 当然在体重上面 我们和饮食上面都处理过 再加上就是 亦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体能训练 是令到power提升 那整个的感觉是怎样的 整个感觉和我原先练的东西 是觉得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以往一直都是以向上弹的东西 就练习为主 但是这次反而是向下修 不为主 但是当我练完之后 之后做一些爆炸的动作 反而是那刻反应的时间是快了很多 令到我是 一收身那刻 高度是有提升的 这个和我本身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是 OK 那我们做过pre和post 即是前后的一个test 都几乎是在这个五个星期里面 我们是增加了接近4cm的高度 我觉得是很高兴 因为一个真是世界冠军级的人马 可以令到他的高度是跳高到4cm 那我都记得柱婷有说过 他人好像轻一点 是吧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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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再轻一点 再多多4cm 其实这股可以再做多一个动作 嗯 也是 还有我们因为有些动作是 会评计你的动作是否漂亮 有时可能你差一点 高度就令到你落地的位置是否漂亮 动作的分都会有影响 这次真的非常之开心 帮到柱婷手 多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研究到 香港这个花式跳绳这个运动 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帮运动员 提升表现 和减低他们创伤的机会 好 谢谢 非常荣幸认识到柱婷这个跳绳世界冠军 在这半年的治疗和相处里面 我终于明白到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 运动项目的王者 就是他对这个运动一丝不苟的一个认真精神 和他对这种运动的热成 每一次的治疗里面 我都会和他交流一下这个运动的力学 和解剖学 而每一次他都是非常之认真地回答 直到我上一次去到他学校 看看他和学生做训练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他教学上面 都是非常之专注的 实在令到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 好 今集说这个跳绳训练就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 综合科学训练的一些细节 欢迎可以message我 下条片再见 拜拜